嗨 大家好 我是Hana 嗨 我是Joanne 歡迎收看科學小教室 我們來講學習的科學體驗喔 這裡真的好多垃圾喔 而且隨便撿起來就可以看到很多這種 魚用型的塑膠製品 真的真的 我跟你講 這個寶特品也超多的 對啊 沒錯 聽說寶特品已經是海洋廢棄物裡面位居第一的 對 但是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可以把這個寶特品做成我們平常穿的衣服喔 你說塑膠變成衣服 對 沒錯 怎麼可能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是怎麼做的啊 當然要啊 那就走吧 走 Go 嘿 嘿 老師 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了 嗨 老師 你們怎麼會扶在這裡呢 我們想來問一下老師啊 寶特品是不是可以做成衣服啊 寶特品可不可以做成衣服 對啊 你看看我們這邊呢 有一些 這樣子來騎 看看這是什麼樣的東西 摸摸看 這怎麼做成衣服 這這麼粗 對啊 可是這個是我們 寶特品所抽出來的絲 你可以看看 這邊是我們 學生剪下來的 這是叫平田 好漂亮喔 塑膠其實有兩類 有一種是網狀的 它是屬於熱骨性的塑膠 然後呢 還有一種 腸狀鏈狀類的 它叫熱鎖性的塑膠 像這個 就是我們常見的這種變化 輸出成型之後 就不再融化了 所以呢 如果你把它加熱 會有一些臭味 好 那 熱鎖性的塑膠呢 我們來玩一個遊戲 好 因為呢我們熱鎖性的塑膠 總共有七個種類 嗯 那 我們呢 用塑膠來玩 好 我來找 一 一嗎 一就是 寶特品的材質 雖然我們看到的時候 是這種透明的 不過呢 不同的塑膠 它有不同的一個材料 比如說 我們有三號的PVC的材料 那三號的材料 也有可能是像這種 PVC 就是我們常說是窮人的塑膠 PVC部其實是什麼呢 它是塑膠做的 它是由塑膠製成的 嗯嗯 那我們可以做個實驗 來測試一下 它是不是塑膠 好啊 可以看到 這邊的顆粒 都鎖起來 有硬硬的 變得比較厚 往前一邊是縮小 我們來試試看 利用這個熱龍腔來抽屍 那我們現在稍微壓一下 然後前面就會產生一些 容易出來 然後接著呢 我們就 哇 迅速往前拉 所以這樣就可以 產生一個抽屍的情形 可以再把它收集起來 嗯 然後呢 我們再拿去加熱 好 那我們就可以再恢復 我們就可以一直重複 這樣子的利用 來 我們這邊有這個熱索片 我們現在一個拿一張 選用一個圖形 你要它的外邊 然後呢 在另外一面 我們就可以塗上顏色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會把這個熱索片 拿去做加熱 嗯 把它放到烤箱裡面之後呢 它會縮小聲的部分 之一 到底這個索片的可愛圖案 會變怎樣呢 老師還在上面寫一個科學小教室 真的太Q了啦 哇 哇 好療癒喔 真的 哇 這個白色其實蠻好看的 真的耶 白色還不錯耶 接下來老師還打算要用棉花糖機 告訴我們怎麼抽屍喔 就是旋轉 哦 旋轉 然後就可以收集這個棉花糖 哇這概念真的跟那個抽屍一樣耶 對啊 如果真的要了解 那我們就可以 吃一道曲工廠商看看嘛 好啊 那我們就走吧 走吧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在哪裡嗎 在哪裡啊 我們已經跑到台南了喔 真的喔 這裡是哪裡 我們在台南的一個 寶特瓶瓶片的洗淨場 原來在熔解之前還要經過洗淨啊 當然啊 不然那寶特瓶那麼髒 怎麼把它變成衣服呢 真的耶 那我們來問一下專家什麼洗淨 怎麼辦 嗨 廠長好 嗨 廠長好 嗨 廠長好 嗨 廠長我們這裡看到非常多的寶特瓶 那這寶特瓶啊 你們是怎麼把它做洗淨的呢 各位可以看到因為運輸的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個瓶磚壓縮 可以方便載運 好像這個 不然會很大喔 對對對 因為它是非常蓬鬆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經過那個壓縮 壓扁 對把它打成一個 類似一個磚的情況 嗯 到我們這邊以後啊 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我們會依照所有的需要 看它是需要什麼樣的東西 那其實在處理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我們現場 就是把它淋料過完棒以後啊 它會去把它上我們的生產線 那上生產線以後啊 它會把這個鐵絲剪掉 嗯 然後經過洗濟 嗯 然後一個拖標的程序 嗯 然後再經過人工的分選 嗯 把那個品質好一點的 跟不好的東西 我們把它區分挑開 然後再經過破碎 然後整個狀態 就變成你們看到的碎片 然後再攻擊後端的抽絲 那我們這樣一天可以生產多少的量 一個班的話 大概80噸 左右兩個班頭 大概可以達到150噸 好多喔 好驚人喔 我們可以看到這支寶特瓶的話 它主要有三個材質組成 一個是瓶蓋嘛 對 一個是瓶體 然後一個是標籤 瓶蓋的部分啊 它是屬於密度比較低 比較低 所以它會浮在水面上 那寶特瓶的這個瓶體的部分 因為它密度它比較大 所以它會沉在水裡面 好那這支瓶子呢 我們經過粉碎以後啊 嗯 經過皮重分選 這個瓶蓋的部分 它們瓶身就分開 分開 那我們就分 分別收集分別再利用 我了解 哇這寶特瓶要變成這個瓶片 真的經過非常多的程序 對啊真的是不簡單耶 而且我覺得過程中 真的需要好多人力喔 真的 那其實也還滿好玩的 對 我早上就有幫忙 敲那些瓶子出來 好那你們剛剛在線上 裡面的時候就是 把瓶身的東西挑起來 對啊 所有做出來的成品 才會這麼麻 真的 全白的 哇今天真的非常謝謝 草原島 帶我們參觀這整個工廠欸 沒錯真的好有趣喔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看一下 怎麼樣把這些瓶片 抽成絲吧 走吧 走吧 欸我們現在來到台塑企業 在林口的一座工廠喔 嗯 我們今天要看到 寶特瓶瓶片啊 變成巨子力的過程耶 這麼厲害 沒錯 除此之外啊 我們還會看到抽絲 夾鏈還有成品的生產過程喔 什麼是夾鏈啊 我也不知道耶 老師你怎麼來了 聽到製作單位說要來安排 來參與這邊 那我就想要了解一下 那老師 夾鏈到底是什麼啊 對啊 夾鏈其實就是 我們在製作纖維的時候呢 希望我們能造纖維更像 一般的纖維一樣 天然的纖維一樣 所以呢 我們會利用像 燙頭髮的方式 讓它加熱 再把它 退卷 那種 反覆的這樣 的動作 我們就可以讓它 更像我們一般的纖維一樣 那我們就趕快歡迎 專家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歡迎 嗨 大家好 我是南仙開發組的施雅 嗨 大家好 我是南仙智力科科長陳肖佑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把我們乾淨的 保特瓶碎片 我們又叫做瓶片 我們先把它做加熱烘乾 那再投入到我們有一個 智力機裡面 那它就是在做一個壓觸集 也就是壓觸的動作 那它瓶片在裡面 會先經過加熱熔熔 會延伸出一個長條狀 那不斷的延伸堆疊 那之後 我們再透過一個 冷卻的一個步驟 讓它做定型 那接下來 通過我們的切零集 切成細小 比較細小的塑膠尾粒 那我們就可以做後續的 仿式加工 那這樣的方式 對我們環保來說 什麼樣的改善呢 這邊我要介紹一個概念 就是循環經濟 那我們所有的產品都可以 就是做回收再利用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海灘上不是有很多那種寶特瓶嗎 那這些寶特瓶 它就是被措置的一個支援 對 所以我們需要再把它 再做處理之後 這些垃圾都可以變黃金喔 那我們大約是 8萬隻的寶特瓶 我們可以做成 一頓的環保砂 對 那這樣子的製程的話 我們可以 減少86%的能源消耗 以及 減少77%的二氧化燈排放喔 我們衣服的部分 一件衣服大概是使用15隻的寶特瓶 對 那枕頭的話 大概是50個寶特瓶 被子的話 就是95個喔 那我們要怎麼分辨這些產品 是不是用環保室做出來的啊 我們呢 這個環保室的那個產線 它會有一個環保標章 叫做GIS 就是 Railful Recycle Standard 這樣子的一個標章 那我們把它標在我們的那個 產線上面的話 代表這條線 現在就是在做我們的環保產品 了解 然後我是這邊還要再介紹一下 我們南亞公司 對於我們整個的環保產品 我們還創立一個新的品牌 叫做Sea 它這個Sea 就是從台語的Sea來的 是不是很好記呢 真的欸 Sea Sea就是 沙仔 沙仔 哇 那你去哪裡生來這套衣服啊 這就是用我們寶特瓶抽絲做成的衣服喔 也是我們剛剛從看到整個流程 就是把一個肺寶特瓶呢 洗乾淨變成品片 再溶解成巨脂粒 最後抽絲 可以變成這些東西 沒錯 原本以為千年不壞的寶特瓶 竟然可以變成衣服穿在我們身上欸 但是話雖然那麼說啦 其實我們每個人平常還是要做好資源回收的習慣 這樣才是真正對我們地球啊 還有環境盡一份心力喔 沒錯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囉 喜歡的話幫我們按下訂閱還有小鈴鐺 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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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可以說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和官方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